眼底大扫除了 三个清洁小妙招让您新联新气象 一 洗粉加白醋 厨房不锈钢水槽的油腻污渍 立马干净 二 洗粉牙膏加水 它是玻璃非常好用 三 清洁瓷砖 洗粉加面粉加白醋 用在砖缝处一刷就干净 刚拖干净的地还没干就被踩脏了 反反自促也没用 有了这三招 拖天问题再也不是问题 四时倒五十度的水里加点盐 加速水的蒸发干得快 水里加点小苏打和白醋 厨房你的油污去除更轻松还能杀菌 水里加点洗手液 拖得更干净还不容易粘灰 关键是还香香的哦 冰箱东西太多很容易篡位 今天教大家如何来去除冰箱异味 准备一个碗 在碗里面倒入一点白醋 可以倒到半碗左右 然后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 把它蒙起来 然后用针在保鲜袋上戳几个洞 灰发出来的白醋 可以很好的去除异味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纸巾 包一些茶叶 放在冰箱里面 也可以达到很好的去除异味的效果 灰尘无处不在 感觉心好累 今天就教大家一招 我们准备一块抹布 在清水当中加入七八滴衣物柔顺剂 然后将抹布浸泡在会有一物柔顺剂的水里 抿干之后再擦 这样就可以保证家具一周都不会沾灰了 洗衣机长期不清洗的话 里面会滋生大量的默菌 而且会引起皮肤过敏 皮肤搔痒和交叉感染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正确深度的清洗洗衣机 第一步我们用白醋浸湿毛巾 第二步我们把毛巾放在洗衣机里面 开启脱水模式进行甩干 甩干后静置一会儿 这个时候白醋可以均匀的挥发到洗衣机内桶的每一处 第三步我们将小苏打溶于水 将溶液倒在洗衣机里面 开启洗涤模式 运转了十分钟之后 让小苏打溶液也能够到达内桶的每一个死角 再静置一会儿 最后我们再调洗两次 建议大家每两个月深度清洗洗衣机 而且诚实也建议大家要打开洗衣机桶盖 保持干燥 记得分享给有缺的人哦 欢文免费视频群社区 左上角添加朋友 再点击公众号 搜索AGG944 AGG944 关注后静内部